谁拥有至大能力 耶稣基督和他的大能 他的降生 耶稣基督是人类历史上最独特的一位 旧约圣经预言了耶稣基督降生的奇迹 因此主自己要给你们一个兆头 必有童女怀孕生子 给她起名叫以马内利 就是神与我们同在的意思 以赛亚书七章十四节 因有一婴孩为我们而生 有一子赐给我们 正权必担在他的肩头上 他名称为奇妙策士 全能的神 永在的父 和平的君 以赛亚书九章六节 天使回答说 圣灵要临到你身上 至高者的能力要应逼你 因此所生的圣者 必称为神的儿子 路加福音一章三十五节 在地上 他的一生中 他通过他的言语 行为证明他就是神 他医治众人的疾病 污鬼被他制服 他在三个场合叫死人复活 他平静风和海 在水面上走 受造之物都听从他 他洞察一切的能力 耶稣知道关于我们的一切吗 圣经表明 神知道有关我们的一切 并且被造的 没有一样在他面前 不显然的 原来万物 在那与我们有关系的主眼前 都是赤路敞开的 希伯来书四章十三节 他知晓我们的每一思想 他知道我们的每一言语 他知道我们的每一行为 无论善恶好坏 我们无法向他隐藏 唯有神 无所不知 无所不能 无所不在 耶稣基督在这一切的方面 都有大能 他是神 他赦罪的能力 圣经清楚教导基督 有赦罪的权柄 正因为他是完美的人子 他为我们成了赎罪祭而死 我们借着爱子的血 得蒙救赎 过犯得以赦免 乃是照他吩咐的恩典 以赴所书一章七节 基督为我们的罪 死在十字架上 埋葬了 第三天复活了 因此他能 并且也肯赦免我们的罪 他拯救的能力 那些被毒品 酒精 不道德的情欲 或恼怒 狭致的人 现在有了盼望 他打破控制我们的罪之权势 释放了我们 叫我们活在与神和好 也与人和好当中 圣经说 所以天父的儿子若叫你们自由 你们就真自由了 约翰福音八章三十六节又说 福音本是神的大能 要救一切相信的 罗马书一章十六节 耶稣基督有能力救我们脱离一切的罪行 罪权 并付清我们一切的罪债 他保守的能力 不要让没有能力过基督徒生活的思想打搅你 妨碍你信靠神 主并非救了我们之后 就撇下我们不顾 对于那些仰赖主的人 他说 你们这因信蒙神能力保守的人 必能得着所预备到末世要显现的救恩 彼得前书一章五节 若我们的信心是在于基督 那么他不但在此生保守我们 并且至终一日会领我们安顶天家 这一封简活的予访 这一尾珍 就是要识成能力 所以我们都不离开 这一个人就要识究 因为我能放回来 使用不离开 我们这一尾珍